先给我写一个辞职报告 写完了以后带上你的气儿床 跑到对面去和他们一起做梦去吧 有本事写啊 我在银行干了大半辈子了 我知道什么事情可做不可做 他这么干的目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就是想打政策的擦面球 哗众取宠 让大家夸他一句有多么聪明 你呀 就好好当你的吉祥物吧 另外还有 别人叫你行长那就是个尊称 就像叫先生小姐 你别跟着找感觉发号失灵 你让人家做还是不做 你就把你放到这儿让我好好教你 你想学东西的话就得少说话 哪有学生跟老师这么嚷嚷的 你不用这么等我 站这儿好好想 想清楚了再说 安靠 叫叫 叫叫 你听我跟你说 快快快快来 怎么了 叫什么叫啊 什么叫叫叫叫的 你以为在家呢 这是在总行的办公大楼 你一口一个叫叫叫叫叫叫 叫什么叫啊 你怎么着 当一副行长还不满意啊 你要不满意 来来来 我把我位子让给你 你来坐 不是 我没那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真的想回去 你回去啊 我回林强那儿 你就是个鲸鱼脑子我跟你说 你回林强那儿 你干脆回家算了 行 你真会说话 好 那我也跟你说实话 第一 我不是没有能力 第二 我就是讨厌豪卫 第三 你别老跟我 直瞅话叫的 我妈是你亲姐 你这么说合适吗 你小心我会多告诉她 行 小子 我告诉你啊 你还拿我的把柄了 怎么着 怎么了 回你姥姥家 你妈说了算 在这儿 就我说了算 行 你在郝伟手里下 当个副行长 这已经是 最大限度的提拔了 像你这么年轻的人 有几个人 能混到这位置上的 这幸好总行有这个想法 你有了解龙元 你才会有今天这个位置 郝伟现在就是让你 在行里天天发盒饭 你就给我咬着牙发 三年我就有办法 把你调到别的支行 去当行长 你明白吗 这叫资历 为林强呢 你回林强那干吗去 林强都无路可走了 林强现在要辞职 陈轩远冲击量把他能拿回总行来办点事 你呢 林强都无路可走了 那龙元行他能有发展吗 你动动你这脑子 不是 但那个郝伟 他 他是个坏人 真的 他太坏了 比他坏的人多了去了 我告诉你 郝伟就是个傀儡 他不敢拿你怎么样的 他那坏脾气啊 你认认 这不难吗 秦总 林好 林强长 你们忙 咱俩刚才说的他没听见吗 我哪知道啊 这 秦总 好啊 好啊 那一会儿跟你会不合事 好好 你先去 我跟冠辉说完我就过来 好 好 你救救我容易吗我 回去吧 还有啊 回家不许乱说话啊 你要敢跟我姐姐说什么 你小心我揍你了 知道了 回去吧 从您这边拿的贷款项目 刚才已经交割了 金融街中心之行那边 基本上和分行 也交割完了 说实话 这些项目拿到手里面 还没有去沟通呢 应该对后续没有什么影响 特别跟领导汇报一下 你自己的心理建设也要做好 银行系统 和其他单位一样 不管在哪儿工作 下级服从上级 局部服从整体 你也看到了 我和祝航也尽力了 是是是 我表示感谢 我的意见 你也是聪明人 可毕竟年轻 需要磨练 龙远行 一条街两个银行 应该结束 我会把你的人事档案 拿回总行 你还赶回你的老板行 毕竟在下面 历练了一圈 你就坐 欠在原来的位置 这样 算了还比较完美 你还是有事情 两个事 一个是和华语银行的合作 报告分行批了嘛 能不能转给我 让我做一做事实 我保证 一定安全稳妥 不越犯政策 再一个就是 咱们会上说好了三个月嘛 希望 领导能够帮我坚持一下这个时间 你可真拧 我提醒你 那三个月啊 就是个说法 真要熬九十天 龙远行还是龙远行 你 就不是你了 我没法再把你调回来 可以啊 可以